现在差不多可以了是吧 应该开始了 应该可以开始了 因为我见过圈放大 大家好 这个是一个特备节目来的 没错 由于今早我们睡醒看电视 就有一宗叫做 警察总部门外纵火案 没错 这就十分匪夷锁射 是 汽油弹 击击警车 很严重 看下去 是的 那那个画面 大家都看到有两条画面 一个就是 其实有两架车 一架车就是那架 那架可能是垃圾车还是货车 另一架就是后面后到的 那架车就停在这架警车的前面 刚刚的警车就是要等个灯口就进去的 是 那这件事呢 第一时间呢 那我想起什么呢 汽油弹 中火 那跟着呢 就是针对的呢 对象呢 可能就是警察总部 是 没错 因为他很清楚呢 看着那个人呢 走去 想向警察 总部的方向走过去 而手是想有动作的 然后呢 他另一头就看到那架EU车 然后就好像有点猶疑了 然后就回头 是 然后呢 那个EU车呢 就可能是 因为那条片子没有声 我们估计了可能警察就渴 或者按按按着那些按 喂喂喂 前面那架什么车 这样 然后那个人呢 就向地上扔了 因为他就不敢向警车扔 就向地上 黄色线那些叫行人辅助线 那里就扔了下去 嗯 因为呢 那个火的面积就很大 就分黑了一辆警车 是 警车呢 就会向 就是警车呢 就洗来那个火 着火的地方 就是怕可能烧着 烧着架车爆炸了 那就洗来 延长 就去了那个警察总部的门口那里停下 是 那辆黑色私家车呢 就见到这个情况呢 就有条路出来 就很快就洗走了 嗯 嗯 没错 就是大家充满疑问的 第一 那个人那个目标 就应该就不是那辆EU车 而是警察总部 嗯 是 EU车呢 就应该是 可能是他遭到喝止之后呢 他就怕 那就都是急着就向地上扔了 那这个呢 我们初初就觉得自己这个时候 应该是很严寓的 就是扔汽油弹这个人 是 但是想心一层呢 就应该他是一个很专业的 那我们看呢 这个呢 首先都要持平分析 就是首先 就是 就是 他直接觉得相关的 就是 就会觉得是 和示威者有关 就是用汽油弹 打击警察 是啊 就是一般 一般市民 大众 就是不用说 哇 就是其实 其实 就知道这件事不是这么简单 是不是 就是很明显 那 因为 一般人 市民 就会联想起 示威者就是 不喜欢警察 那我用汽油弹 那 就好像南韩的示威一样 就会用汽油弹 是 那就会这样去想的 是 那当然 这个是最表面的那一层 是啊 是啊 那你细心一点一想 就 当然 正常预备 6月9日 他会去游行的人 就会想到 这个当然是一个插庄嫁和 那 那问题就是 那问题就是 就是 到底 是什么人做 安排一些什么人 去做这一件事呢 嗯 那我看呢 就是一看 首先第一 就是 可以很多方面反驳到 这个一定不是一个示威者 嗯 就是 不会是一个 例如 旺角暴动的 那些示威者 如果大家有印象 旺角暴动 会去钉石啊 会去试图 去烧一辆的士的那些人 如果大家看回 的话 你就会发现 那些全部是一些很年轻的 一些年轻 来的 是啊 全部都是很年轻的 是一些中学生 那些中学生 可能是 那些人 被人拉了去 猜馆保释 是连20元保释金都没有的 那些人 一定是 不会可以预备到 一辆私家车 一个司机 在那里接应他们的 哦 是啊 是 因为呢 示威者之中 尤其是这么年轻的那些人 有车牌的人 我想 99%没有了 嗯 100个 99个没有车牌了 不懂得开车 就算有车呢 你都没有一个 你未必有偷车技能 因为呢 没有人笨到自己 开自己的车去 去中火的 断股那架就不会是自己的车 断股那架 断股那架就不会是自己的车 断股那架 断股那架也是一架拆车 一定是偷回来的 那示威者具比这个偷车的本领呢 我想 相信可以再收窄很多了 所以 如果你说 是属于示威者的话 就应该是 我说的机会很低了 没错 这个很明显 一说白一点 这些很明显 其实是黑社会做的 是 这些很明显 专业黑社会 专业黑社会 是收钱做事的人 收钱做事 可以预备得的拆车 预备了事败 逃去的车 接着可能最后 在西贡 教他找回 然后就烧了 烧了 烧了 这些做到这么专业 都是 一定是社团人做 才能做得到的 而且成本相当高 其实做不到大努力 是 据说 要出街的车 要偷车 跟着做一件事 起码都会花几万元 我听说 你要去到要烧车 我想不收你十万八万 也不会做的 是啊 起码也要十万八万 因为我们第一时间 会想起有一宗案 牵涉到的人物 那个叫萧若元 是 因为曾经有一次 好像 应该是2014年尾 佔领 那时候是佔领时间 那萧若元就在他那个网台 就是太古那边 就录完节目之后 就下来地下 遇到一架 两架车夹他 又不是一架 两架车夹他 两架车 那个成本更重点 跟着呢 其中一个人 就拿个锤子下来 就把他车拨打你 那那个司机醒目 就逃 就是可以走得掉 那时候呢 就在 不知道在新界哪里 粉凉还是上水 就找到那架车 又是放火烧了 那又是偷车 你想想 那变数很大 因为你始终不知道 对方的私家车 会有什么反应 就是万一那个司机 很大胆跟你拼命 跟你斗撞 之类之类的 成本可以很重的 是啊 撞死了一个车手 他又要给安家费 所以你可以预计到 一个这样的行动 就是 不会是普通的人 可以给得起这个钱 去做的事情 是啊 喂 大家有看戏啦 铁车那个 如果被人撞死了 那谁给 是一区数 他要给安家费的 要给你的 当然也有很多风险 就是拉倒之后 不过我觉得这些很专业的 这些拉倒是什么都不会知道的 是 你跟不到上线的 他肯定是判上 一定是判上 是 那你要牵涉的警队 知道这件事的人是相当之多 也都要相当高级 是啊 至少我想有七至八个最少 第一 一 处长当不知道 起码就是有个行动处的处长 很高级 接着呢 还有个地方的指挥官 那里是总部来的 你看到港岛总区指挥官 接着下面还有个总督策 接着就是那个 负责管的EU车那个 已经有四五个人了 接着EU车上面有四个人 要四个人都知道的 嗯 是很困难的事情 我都计漏了 还有在警察总部 搜那些人 如果到时 你要夹起来 他们的人 如果不知道的话 就冲了几个人出来 那是不是要通知他们 不要冲出来 那就有十多人知道这件事 不是很危险的 随时有人爆出来 爆获的机会太高 就不会爆了 所以你经常觉得 一些所谓阴谋论太复杂 是不会发生的 是只会傻子才会相信呢 就是因为这样 因为其实爆的机会 比你成功的机会更大 哦是呀 因为呢 老实说超过一个人知道的东西 就有机会爆出来的了 何况你如果有十几二十人知道 或者警队很多人知道 哪有可能 保守秘密在这个世界 是 转头拿去给日洲换吧 所以我相信 所以我相信这件事 就算是一个插庄教和 插庄教和给示威者 都是不需要去到 要牵涉到那辆警车里面的人 是指寻的 是 所以我觉得 那辆车的反应 是真的避开火才会使劲的 是 应该就是的 因为呢 第一时间 我看回网上留言 那些人呢 就是说 哇 你不是让了一条路 给那辆车走 走返 是 那我们如果理性一点 如果你的车附近着火 你一定用来延长 你已经波及你的车的部分 就说你的车 就受到集击 正常司机的反应 是会移车的 无论是移前或移后都好 都是会移车的 因为移车就等于 避开先 起码不会烧着那辆车 因为现在烧着车 会分钟爆炸 会死人的 是 那刚才呢 我们都再分析了 最初就觉得 那个扔 扔 汽油弹那些很不专业 可不可以再看回呢 他应该很专业的 原因就是 他特意向地下 而且又有些距离 如果你向警车扔 就等于 集警 或者意图谋杀 他可以告你 纵火意图谋杀 当然现在 现在他也是相当严重 如果能抓到控罪 其实是一样的 是 但是如果你向警车扔 有机会消灭警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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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就是他们知道 是不可以做到这样 但是他就已经 预计了被人抓到 这个是判得很重的 这个一来是纵火罪 二来是集警的公然 是 所以我就说 这件事不是那么简单 的人会肯去做的 肯定是 我估计这件事 你判了很多浸 是 起码都判了 所以我估计不止这个价 我估计是不止这个价 你要去到 你要去到这样的地步 哦 那倒是 如果你说 政府总部 警察总部门口 扔个汽油弹 分钟 你给20万 30万 肯定都不敢做 是 我们要分析一下 到底会是什么 推测一下 哪些人会做这件事 是 没错 是 第一时间 有人会想起 是警察 就是香港政府自己来 那刚才我们否定了这个 这个可能性 因为呢 他自己要这样做 你要知会很多人 爆的机会很大 所以这个是太危险的事情 他不可能这么蠢会做的 第二 会不会是中联办搞鬼呢 嗯 按我们对中联办的分析 就是不会的 是 为什么呢 首先 就是中联办 会拿一个这么大的价钱出来 去做这件事 是 这件事可能要花几百万 不是开玩笑 另外就是 那个爆锅的问题 因为他不会 中联办做事 不是自己的主任 他跟你去说的 那就是 很低能的 当然 有很多不同的线路 就是会在那里说 找人做事的嘛 就是当然 我不可以说 100%跟他们 完全无关 你说会不会牵涉那些人 是相关的呢 那我觉得是有机会的 是 但是你说 他会不会自己去找个人 去当成一个行动 去做呢 是不可能的 是 是不会这么蠢的 那会不会是一些 亲建制的 那些叫做 组织呢 嗯 如果大家相信 是一个插庄教和 当然这个钱 是啊 这个是根据 当是插庄教和 来做的 是 就是 会是一些 我相信 其实是比较蠢的人 做的 比较蠢又有些钱的人 是不是 例如 有些钱的人 是很难说的 真是 又有蠢又有钱 又有香港 大家都知道 反占中 和反占中的时候 都曾经出现过一些 反占中 是一些 其实是有些家底的 有些钱的 哦 有些过百亿的富豪呢 都亲自带队去反占中的 是的 带队又给钱 又亲自带队 我觉得是这一类型的人 我觉得 是一些真心反对你们去游行 不觉得你们应该出来搞事 搞乱香港 是 要反对你们去游行 所以插庄 教我给你们的人 去做这件事 我觉得 是的 或者 有人 就可能 跟那些有钱人说 那些有钱人 不行啊 我一定要做些东西 好了 老闆交给我了 那样 那多少钱 五百万呢 跟着一阵阵 配下去 要不然你没有五百万 我想都不行 每人赚些 每人赚几十万 塞一下 塞到三十万 是啊 我也深信这个人 是深深相信 逃犯条例 是真的打击逃犯用的 就是让香港 不要成为一个政治 避难 不要成为 罪犯温床 逃犯天堂 的人的想法 是的 有这样的可能 因为这样 你最容易煽动 去做这件事 真心为香港 刚才我们否定了 示威者会做这件事 可能性 因为当年 我们看到 14年之后 很多那些 本土派 那些热狗仔 烧垃圾 未必是他 每一次都是 热血时报 独家拍到 那些烧垃圾桶的照片 每次都是他的 而警察 都没一次抓到人 是 是 就是说给你听 每个都会联想起本土派 刚才我那段时间 想起芒果佬 扔完烧弹 扔完烧弹 他自己说的 是吧 在立法会说的 他跟林郑说的 钱都没人扔完 汽油弹的了 这么说 有人帮他实践了 他的承诺 但是呢 我们刚才都分析了 你又要开了一辆车 又要超过一个人 又要向公然 向政府 就是警察总部 扔了 远比于你在垃圾桶 放一个火 那个勇气 和那个危险程度 是大一百倍 一千倍的 所以呢 他们是绝对不敢 做这些事情的 是 那你说示威者 我们刚才否定了 那而正 因为 对于反右 就是反条例的人来说 这个行动是 是完全没有必要的 因为 你可以做一些 不犯法的事情 而有象征性的 例如 就是去挂一张旗 上狮子山 那象征性 更加大 也更加能够 鼓舞其他人 对于反条例的人来说 这个行动 是一点意思都没有的 当然了 不过 你挂兵在狮子山 或者在不同山 就现在被社民联包了 来做 每次都是他们挂的 他们现在独家代理了 所以其他组织 就要想其他生命的方法 因为 比这个社记独家 这个 如果这个是一个示威 和反右 就是反对条例的行动 那应该 你刚才都分析过了 就是 其实他应该有些诉求 他要表达出来 才做这件事 我们看到任何组织 譬如说恐怖分子 杀一个人 或者在一个地方放炸弹 有会有组织承认责任 第二要提出诉求 我们不满 譬如说 不满你空袭加沙地带 或者不满你在伊斯兰国 攻占了伊斯兰国 一定有个诉求说出来的 我们要求你什么 或者当你是文子星 我们要求你释放文子星 多不少要有些诉求出来的 是 没错 直至现在都没听到有任何诉求 是 所以 基于这几点分析 完全是 不会像是一个反对条例 想叫人游行的人出来做这件事 完全不像 那是不是一个反对别人 我们刚才以插庄教会的角度去分析 是不是想做一些东西 令到大众觉得很危险 现在有人放火了 是 我们的生命都可能受到威胁 我们是6月9日就不出来呢 会安全一些呢 是不是这样呢 我相信是这样 我相信是这样 可能是想做一个 令到人害怕 减少一些人出来 是不是呢 但是不是 我现在看到群情洶涌 反而觉得 我觉得6月9日会多了人出来 如果经历过今天 因为 那这个 这个是 证明他们是笨的 去制造反效果 那就是 而如果是刻意去为了制造谷人数 我们刚才考虑过去说 会不会用这么大的成本 去为了去刺激人数呢 是很笨的 如果你这样做 不是 因为风险太大 最重要就是 风险 风险太大 成本太高 你要刺激人数 用什么呢 你连一些 就是非常之 核心的那些法律界人士 平时那些人不会上街 例如何沛谦那些 就是这个做政府 做消委会主席的 是 的资深大律师 他都会出来游行 就是去到一个 那律师会就发声明 是啊 其实有这么多支箭 可以射出来 是令到你的游行 气氛增加 是 就是 用不需要用几十万 去找黑社会去做这件事啊 不是啊 我觉得如果你这件事 他们肯定是 起码几百万的用了 因为不是一半 可以够胆直接找黑社会的 一定是判了很多证 而最后判到他们手上 都要二三十万 是最少的 因为你想想 偷一辆车 还要向政府 向警察 总部挑战 起码收你二三十万 或者甚至五十万 还有正常的 因为已经很久没有大型的社会运动了 还有大家都知道 社团近年都就业不足了 因为你 反占中之后就已经没有运动了 没有公开 就是 可能他们 最简单就是 可能有个大哥 建议有一件事 不如做些东西来 对抗一下游行 有可能 八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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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惠 八折 我收信一点 是吧 不时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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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顺路啊 我知道啊 因为由那套军气厂街上天桥就出这个告示打道 然后就转入跑马地顺路啊 不同时间的 不同时间 跑马地 不是啊 我猜是同一架车来的 黑色 他就说 一架黑色私家车 喂 哪有这么多不值啊 偷两架车 说真的啊 一定是同一组的人做两架的啊 不是啊 没有什么 没有借口啊 说真的 我预认你个小孩被人抓到说什么啊 不是啊 说我不喜欢警察咯 是 我是什么咯 我是支持反对条例的 我是反对逃犯修订条例的 所以你的警察应该被人扔的 可能是说这些了 喂 其实如果政府要屈你呢 他应该是现在安排抓到人 跟着呢 那个兇徒呢 就说因为反对修订条例 所以扔这个 但是我们不敢的 香港胜在始终有媒体 开放社会 你受别人起体 你受别人起体 被人称了出来 你什么背景 你做了些什么 然后被人圈了一张图出来 你参与过那些什么 就是黑社会打人的那些 就是示威场合 可能随时圈得出来的 哦 那倒是啊 不敢啊 哈哈 其实我都觉得匪夷所思 其实真的是匪夷所思 为什么这么笨呢 我都不明白 你做这样的事情 又要花这么多钱 你猜真的肯买一送一蝶着做吗 听多些我们的节目 就不会做这么傻的事 就算你是 以前政府也好 哈哈 可能那个有钱 被人都打了几百万的 一层一层 每人抽些 每人抽些 抽到下去几十万 是吧 那喂 我们呢 还有另一个分析 是啊 还没说 要下一节了 另一个分析要下一节 这个就是一个比较另类的分析 好了 这次来到这里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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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